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家还得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赔进笑脸 一家四口 没有一个人开心 孩子不开心 我和严俊也陷入焦虑 而焦虑是一切关系的杀手 不是没考虑过请保姆 可是盘点之后发现除了做饭搞卫生 其他侏儒 鸡娃 陪伴等等是保姆无法待劳的 而这些恰恰是一个家最为重要的部分 于是我和严俊冷静地坐下来分析家里的现状 这是我俩从恋爱到结婚多年养成的好习惯 一旦有分歧发生 原地解决 那天讨论的结果挺颠覆 我们决定以后严俊主内 我主外 原因很简单 我的收入足够支撑家庭经济 而我的工作节奏无法做到家庭事业兼顾 严俊呢 收入并不稳定 且人事关系复杂 她对事业前途一片茫然 权衡之下 还不如我一心搞钱 她把大部分精力向家庭倾斜 这个家才能运转得更好 说实话 这个决定让我俩如实重负 我不必再在家庭事业间 艰难地 愧疚地平衡 严俊也心甘情愿地承认 自己事业运较弱 准备在家里发挥最大价值 说到底 家庭跟公司一样 也需要资本与人力 合理配置 当然 严俊没有辞职 只是从业务换到内勤 工作简单 收入折半 但时间与精力富裕了许多 接下来的日子 忙碌依然忙碌 但很有序 我名正严顺地加班 出差 每月工资一到账 分分钟转到严俊的账号 老公 粮草已经入库 家就交给你了 我继续在外面打拼 而线下养家糊口重担的严俊 每天的工作其实是 从晚上与周末开始的 接两个娃放学后准备晚饭 晚饭后要管儿子作业 以及时不时的各种手抄报 跟班主任沟通孩子在校情况 和儿子玩得好的同学家长 约周末带娃交游 要管女儿 读绘本 陪游戏 周末还要各种兴趣班 时不时还要做一双儿女的判官 等到好不容易两个孩子睡下 面对一片狼藉的家 他开始周而复始地整理工程 一周过去 严俊心里一直打退堂鼓 可是看到我每天回到家里 累得早都不想洗的样子 他忍住了 一个周末 严俊带着儿子 女儿 跟三个同学及家长一起去交游 严俊带了帐篷 烧烤炉 腌好的羊肉串 鸡翅 以及给娃准备了风筝泡泡鸡 那天他给娃们烧烤 带他们放风筝 孩子们玩得那叫一个开心 家长也很惊心 但谁知 晚上收工回家时 一对家长吵架了 起因是 家长们带着娃一起打扫现场 其中一个娃爹 全程手都没伸 一直在玩手机 娃妈觉得特别丢脸 就指责了一下娃爹 结果娃爹觉得很没面子 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 越吵越凶 娃妈申诉自己 又要赚钱 又要料理家务 娃爹每天回到家 食指不沾阳春水不说 嘴里没有一句好话 真是给你过得够够的 娃爹也没示弱 例举自己工作有多累 好不容易回到家 面对的永远是妻子 那张丧失的脸 最后 这夫妻俩的娃呀受不了了 在一边哗哗大哭 本来无比愉快的聚会 尴尬收场 那天我加班回到小区 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 严俊在地下车库等我 我挺吃惊的 这么晚了 孩子们睡了吗 他说 这么晚了你才下班 我以为他要抱怨 谁知他说了一句 这晚上啊 车库还挺胜人的 以后甭管多晚回来 我都下来接你吧 哎呀 就这一句话呀 把我这一天的疲惫 好像都给化解了 然后严俊问我 饿不饿 要不要去吃个宵夜 并且拿我最喜欢的烧烤 诱惑我 我当然抑制不了这份勾引 于是我俩去小区门口 吃了顿毒食 严俊跟我讲了 白天两个家长吵架的事情 我以为他的论点 最后会放在 这对父母不是大体上 可是严俊跟我说 我理解他们 要工作 要鸡娃 心态都绷着 可是有失控的父母 就会有情绪失控的孩子 我挺感慨的 觉得一家三口都不容易 所以啊 咱们的决定是对的 一家人 还是要讲分工合作的 不应该去比 谁辛苦 谁不容易 而是应该想着 怎么把所有人的情绪 都调动到 最健康的状态 毕竟过日子嘛 不就图个舒心幸福 不然辛辛苦苦 为了啥 那晚 严俊还和我说了很多 说到心有气气处 又叫了两瓶啤酒 老夫老妻的 好像突然有好多话要说 最后眼见着凌晨了 我俩牵着手往家走 我对严俊说 老公 我怎么觉得好幸福呢 严俊说 嗯 可能是因为你包养的老公 有点帅 应该是打那以后 严俊被包养的 越发死心塌地起来 不仅每天 兴高采烈地 安排着两娃的生活学习 还给自己揽了份儿 儿子学校足球辅导员的活 每个周五放学后 跟另外四个爸爸 组织亲子足球赛 严俊成了他们的孩子王 有些些孩子的家长 羡慕地在边上围观 感慨 你看人家的爸爸 甚至有家长主动请求严俊 带自己的孩子一起玩 他们说的话如出一辙 我们家爸爸太忙了 但男孩子嘛 有些事妈妈真赔不了 严俊很乐意接受这份任务 而对于好多家长 对自己的好奇 你不用上班吗 他也不隐瞒 我上班但很清闲 我们家主要靠我老婆 事实上 男主内女主外 男的不是外界的眼光 男的是当事人 尤其是主内的这个人 内心强大到不介意那些眼光 而比这更重要的是 在主内中找到价值 儿子小学三年级时 有一天 马怀心事地问我 妈妈 今天同学问我 我爸爸有那么多时间陪我 是因为他赚不到钱 妈妈 爸爸到底赚不赚钱啊 看着有点困惑 有点小自卑的儿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 需要认真且诚实地做大 我想了一下 给儿子算了笔账 在当下的消费水平 请一个住家保姆 每天负责做饭 洗衣 打扫卫生 接送孩子的话 月薪大概五千元左右 但保姆不可能陪孩子读书 郊游 开家长会 踢足球 更不能跟他们谈心 和他们做朋友 我问儿子 可是 这部分对于一个家庭 和孩子来说 是最重要的 如果让你给爸爸开工资 你会开多少 儿子认真地想了想说 那就八千吧 然后 我又给儿子算了笔账 家里的水电 物业维修等的事情 都是爸爸在做 包括妈妈每次出差 不管多晚多早 爸爸一定接送 每天妈妈下班 只要超过八点 爸爸一定会在地下车库 等妈妈 而且 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 妈妈会跟爸爸 讲工作上那些 开心与不开心的事 一个普通心理咨询师的价格是 一小时四百块 也就是说 妈妈每天应该付给爸爸 两百块的咨询费 一个月下来 至少是六千块 然后 我告诉儿子 我们所在的 城市工薪阶层的 平均工资是 四千两百块 粗略算一下 如果明码开架 你爸爸的工作量 每月可以拿到 一万五千块 也就是说 你爸爸的月薪 不仅超出了 我们这个城市 平均水平 而且是高薪 说到这里时 我蹲下身去 看着儿子 说 重要的是 你觉得 爸爸对我 你还有妹妹 对我们这个家 所做的一切 是一万五千元 能够衡量的吗 即便妈妈拿出 这一万五 找个人来替代爸爸 你觉得 谁能比爸爸 做得好 听到这里 儿子整个人的 小眼神 都是亮晶晶的 哇哦 爸爸好厉害呀 我就知道 爸爸是最棒的 是的 妈妈不管你将来 上什么样的大学 做什么样的工作 但最终 你也会成为 人家的老公 如果你能做到 爸爸一半好 妈妈就很欣慰了 很骄傲了 说这番话时 即使我对儿子的教育 告诉他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用金钱量化的 其实这番话 也是我对自己的 一场教育 亲兄弟 名算长 而亲夫妻 也需要领情地 看到对方的价值 那天 一双儿女睡觉后 我开了瓶红酒 和严峻 小酌了一杯 我跟严峻 还原了白天 和儿子的那场对话 这次更夸张 拼完我给儿子算的账 一杯红酒 一干而尽 感谢老婆 给我升职加薪 日后我定将 加倍努力 争取年薪百万 我借机跟他抒情 老公 你知道吗 每次出差 或者回来 你都会接送我 无论多晚 那种有人等 有人能够 看到辛苦的感觉 让所有的辛苦 都是甜的 感谢你的牺牲 和成全 感谢你 无怨无悔 坐我的情绪垃圾桶 感谢你把两个孩子 带得那么好 我真觉得 自己很幸福 这个乐观的男人 一抱拳 老板 过奖了 属下定当 劫心尽力 更上一层楼 窗外 夜色温柔 幸福如夜色 一般浓烈 岁月仍然 我们依然看得见 彼此的相爱相惜 又是一个周六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我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 家里静悄悄的 我走出卧室 透过儿女房间的门缝 发现严峻在陪他们画画 一人一个画板 他们的样子比画还好看 女儿画了一片焦黄 说那是太阳 严峻小声地说 哦 好大 好漂亮的太阳啊 爸爸眼睛都要晃坏了 妹妹快给爸爸画个太阳镜吧 女儿又拿起黑色蜡笔 画了两个圈 严峻夸张地说 嗯 妹妹这副眼镜是限量版的 特别适合帅帅的爸爸 对不对 女儿奶生奶气地回答 对的呀 儿子扔过去一个嫌弃的眼神 幼稚鬼 严峻走过去 儿子 你鼻子上这是啥 然后他假装帮儿子擦鼻头 结果把红色的颜料 涂到儿子的鼻子上 于是三个人风作一团 我没有打扰他们 那样的画面 我想多欣赏一会儿 岁月静好 来源于家庭成员 每个人都心境平和舒畅 很满足 我们一家四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每个人都活得无比自洽 尽管如此 这些年来 我和严峻依然经常会面对外界的质疑 问的最多的就是 一个大老爷们儿 当家庭主夫会不会憋屈 严峻的回答简单粗暴 不能赚很多很多钱 不能改变世界 就改变自己 伺候好老婆孩子 把这个当成就 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而我呢 被问到的就是 你一个女人养家不累吗 我的回答稍微委婉一些 养家不只是赚钱一种方式 我老公的付出和提供的资源 比我有价值 时至今日 在面对这样的提问时 我俩通常会一笑而过 有些幸福 自己有数就好 不自信的人 才会花言巧语去粉饰 医学研究表明 影响人幸福感受的 不是成功或财富 而是良好的关系 我越发觉得 夫妻之间 简单以赚钱的多少 去评估对方的价值 还是粗暴了 在一个家庭里 男人的存在价值 应该不止在于 他赚了多少钱 也在于 他能为家人提供情绪价值 能够分担家务 照顾孩子 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而这些软实力 隐形价值 是钱买不来的 这些才是女人安全感 和幸福感的来源 说出我家的故事 一是想感谢严峻的付出 二是真心觉得 无论是女主内男主外 还是男主内女主外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夫妻彼此认可 相互珍惜 才能走得更长远 在家庭里 或被忽略 或被歧视 真的是 听出内伤 所以希望看到故事的你 无论是夫妻间哪个角色 把他转给你的另一半 或全职的朋友 让那些辛苦与价值 被一视同仁地看见 与用心掂量 让那些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 被驱逐与羞愧吧 优优独播剧场